超级美食家现在正在开团购 一年一度 超级美食家成以蜜蜂工坊的团购 在上个礼拜呢 带着听众朋友直接杀去南投的草屯 直击养蜂肠 然后呢 又回到了蜜蜂工坊在云林的工厂 听众朋友跟王若瑶是不是一样 觉得又有一些新的收获了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 再度邀请了蜜蜂界的无尊 我们邀请到的是蜜蜂工坊的黄青黄 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档2019天然仙材的台湾蜂蜜 无尊 错了 青黄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蜜蜂工坊黄青黄 青黄我们今天呢 在节目现场我们有录影上传 在YouTube上有一段影片 我让青黄先来介绍一下 你其实已经今天把你们的全系列商品都带来了 对不对 还是只有部分商品 它其实是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先从这个大甲妈的蜂蜜来介绍 是 来 好漂亮 好可爱哦 今年看到 对 今天有看到 这个是我们记迪士尼蜂蜜之后 我们今年新跟大甲妈合作的 那主题其实它是在做一个 大家平常在针对拜拜这件事情 它属于一种平安秘的概念 那它不管是送礼拜拜 它都是蛮符合这个世代这个族群 甚至是我们在拜拜这个行为当中 它所更适合的一个商品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与时俱进 这个也是跟听众朋友讲 今天蜜蜂工坊 努力的做品牌 要让大家知道 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商品 不光是这一次在超级美食家团购的这一只 因为紧贴着下来的这一只呢 就是我们超级美食家 从去年给大家介绍的 现采哦 现在这些蜜 搞不好都还在花里面哦 我可以这样讲吗 它正在花里面 正在采当中 正在花里面 就比如说风都还没有采的蜜哦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你们这一档 又订了我们超级美食家的蜂蜜 还是一样会等到五月才会收哦 才会收到你们所下定的这个蜂蜜 来来介绍我们这一次的 2019台湾天然蜂蜜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 在介绍推广台湾的蜂蜜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问说 蜂蜜分那么多种 包含我们说今天带来这些蜂蜜 为什么它只是我们当中的一小部分 对 因为其实蜂蜜它分产地 分蜜种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可以来自不同的产区 不同的花种 它所产出来的蜜就会不一样 那我们这一次 推的这一只蜂蜜来讲的话 是台湾的蜜蜜 那这一款蜜蜜来讲的话 从我们一直从南部在期待 到南部整个没有什么蜂蜜 那到上礼拜我们去到超吞 终于有好消息了 有蜜可以采了 上周大概有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 状况相当不错 那但是很可惜 这几天开始 它天气状况又变不好 那所以我们目前都还在努力中 那我们这一次大家所买到蜂蜜 其实它会是以我们中部为主的 这个台湾蜜蜜 等一下我有问题要问青黄 我那天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 我问青黄说天气不好蜂蜜在干嘛 蜜蜂 蜜蜂在干嘛 下雨它在家里啊 跟我们一样躲起来 不工作了吗 下雨前它会很躁动 因为它只要快下雨了 它要赶快把 要采的蜂蜜 赶快采收回来 那一旦下雨天或者是晚上 那蜜蜂就会回到家里面了 哦 所以如果今天是因为天气好的关系 蜜蜂就会嗡嗡嗡 努力做工 对不对 没有错 那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 它们也被迫会留在它们的蜂巢里面 它一样是在蜂巢 但是一样它虽然不采蜜 可是还是做很多其他相关的工作 其实蜜蜂很忙啊 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 赶快上到FB来看 来看我们在上个礼拜的直播 我们上个礼拜直播的时候 王若瑶终于看到 呃 公蜂雄蜂跟母蜂 而且还有帮母蜂做的 人造 算人造房屋吗 王台这样子 王台 储君的一个 一个他们的家 一个塑胶王台哦 而且才知道原来是人在决定 谁可以作为女王蜂 对不对 对 他是可以被影响的 他可以被影响 好 然后还有呢 刚才清皇有特别解释 他说呢 因为这个季节 现在 现在超级美食家 跟蜜蜂工坊 还有毫无事急 三个单位 团购的这支蜂蜜 是龙眼蜜 而且是台湾中部的龙眼蜜 是荔枝蜜 对不对 中部的荔枝蜜 台湾中部的荔枝蜜 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很妙 这是去年清皇跟我讲的 有人跟你们家买蜂蜜 说不要加龙眼 对 这次在卖蜜的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有听众朋友 跟我讲说不要加荔枝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的蜜 有龙眼 有荔枝 有百花 甚至于还有所谓的什么 橘子蜜之类的这些东西 柚子蜜 还是什么之类 甚至还有一些是草的名字 我都听不懂 其实蜂蜜这个问题几十年下来还是一样 即使我们讲了很多次 到现在消费者 它还是有很多对这块不了解的地方 那大家只知道说蜂蜜很好 蜜蜜很棒 它是天然健康的丹糖 但是它不知道去哪里买 不晓得怎么分辨 那其实蜂蜜来讲的话 它其实主要是因为蜜蜂去采花朵的花 那所以今天会有不同的这种 我们所谓的蜂蜜 蜜蜜 柳丁蜜 或者一些少部分那种柑橘类的百花等等的 它主要就是因为说蜜蜂它去采取 这种不同花种里面的花 那今天我们在采蜜蜜花 它里面的蜜 它来就是叫做蜜蜜 当然蜜蜜它跟我们想象中的蜜蜜的水果 那是不一样的这种概念 它主要来讲的话 它就是采取蜜蜜花里面的蜜而来的 叫做蜜蜜� 它并不是说我们蜂蜜当中 又加什么水果 它并不是说我们蜂蜜当中又加什么水果 加荔枝进去 那是不一样的 不是哦 并不是说它有了蜜之后 给你放水果 浸给你吃 不是这样 还有就是刚才青黄有讲 就比如说蜂蜜去采蜜蜜的时候 它其实怎么样储存 还是说它的手 我不是说它的手 它的脚会沾了什么东西 它其实还有一些衍生的商品 对不对 没有错 其实除了蜂蜜以外 蜂蜜的衍生的商品其实很多 那包含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今天有带来另外一个 就是花粉 花粉也是蛮意外 在上一次我们的介绍当中 意外的产品 很热门 大家对这个商品很有兴趣 这样子 那因为其实花粉来讲的话 它就是蜜蜂间在做彩蜜 瘦粉的过程当中 那它的脚会去把这样子的花粉 给携带回来 那属于一种延伸性的产物 那花粉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非常营养的一种 天然的食品 那基本上它也有三百多项 基本上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 在这个商品里面都有 因为毕竟它是百花万物 它在传递它的这种延续生命的一种能量 所以里面的营养成分其实相当多 那上次我们其实简单带到 但是就很多人对它很有兴趣 对呀 而且我们在简单带到 在工厂里的简单带到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你知道 已经直接去下订单了 我们其实今天推荐的是 我们推荐的是2019 台湾天然蜂蜜 没有想要意外 大家对于这个 还有是有关于破壁花粉 很多人也在问破壁破壁 到底意思是什么 我自己其实在吃这支破壁花粉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就是它的粉 好细致哦 不是像我以前吃的是颗粒状 要咀嚼的 我的牙齿不能让它破壁吗 基本上我们一般吃的 它的大小大概是半颗米粒的这种大小 那是传统花粉 那传统花粉其实是 你看到这一小颗半颗米粒大小 里面起码数千颗以上的细微花粉 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说 像日本 人家会讲有一种花粉过敏症 那其实花粉它是飘在空气当中的 它是非常微小的一种颗粒 那是由蜜蜂跟它的唾液 去把它结合成一个球状 那我们一般就把它干燥 所以这是大部分人吃到的花粉 哦原来它结球式也是靠蜜蜂 对不对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有趣哦 我觉得每次我跟黄庆黄在聊天的时候 我都有新的 你知道就有新的知识进来 我其实前几天带我妈妈出去玩 我的蜂蜜就是摇的 不是用脚的 好来 对啊 你不是说要学课吗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你们追上了超级美食家跟蜜蜂工坊一年一度的当季台湾天然蜂蜜的团购了吗 我知道去年有很多听众朋友喝了之后赞不绝口 因为今年到了春天 甚至在上个月就有人问我 今年超级美食家还要不要做团购 甚至于呢 有一个听众朋友呢 他呢一开始呢 丢了一些问题 我们回答了他之后 他就说 那如果我没有追上团购喝完了 再也喝不到怎么办 不会再也喝不到啦 我们等一下会一一跟大家解释 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蜜蜂工坊的经理 黄青黄也是蜜蜂 蜜蜂我每次要讲蜜蜂界 我每次要讲不知道是蜜蜂界还是蜂蜜界 因为他长得很honey啊 honey界 honey界的无尊 我喜欢叫你honeyhoney honey界的无尊 来跟大家聊有关于蜂蜜蜜蜂 花粉等等的这些知识跟常识 听众朋友吃美食要长知识 当你们在下单之前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很清楚 你们所买到的是什么商品 很清楚知道这个品牌 他的品牌价值 他的坚持 而且很清楚的知道 你所吃的到底是真的蜜 还是假的蜜 而不是因为王瑞瑶保证 所以你一定要下单 一定要买 不是这样子 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 吃美食要长知识 刚刚呢 青黄在跟大家讲 这个破壁花粉 讲到的呢 原来不光是只有 这个小蜜蜂 采了蜜回去之后 粘在脚上的粉 是透过小蜜蜂 它们的工作 让这个粉形成颗粒状 对不对 跟蜜一样 对不对 蜜其实也是哦 要经过小蜜蜂的嘴巴 才要出来的哦 是不是 没有错 那其实花粉来讲的话 我们讲过说 它其实是有很多西味花粉 结合而成 那并不是说 我们放在嘴巴的时候 把它大颗变小颗 我就可以破壁了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破壁的概念 其实是 可能消费者会比较不了解 什么叫破壁 那其实花粉我们做了相当多的研究 对 那它营养成分确实很棒 很高 而且它跟一般市售 综合维大命 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它是新鲜活性 所以一样有这个效果 可是吃下去的新鲜活性 它牵扯到这种 人体吸收的这种反应度 它是有差的 那我们当然研究过说 这个东西非常棒 可是 在胃破壁跟有破壁 它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 就在于说 个别细微的花粉 它当中的细胞壁 其实这个东西 它是非常厚实的 那你如果就没有把它做一个 破除破壁的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等于说 其实人体它要去吸收到 它真正花粉当中的营养 它是有一定的困难度 那所以我们也有研究说 其实它在整个破壁率 我们可以达到九十几个percent之后 其实人体对于吸收这样花粉 它该有的营养价值成分 它的吸收效果会比之前的 还来得好很多 好啦 所以超级美食家 下次我们会来做花粉的团购 听众朋友一定心里想的跟我一样 对不对 然后我们回到了我们今年 2019台湾天然蜂蜜的这个团购 我其实那天呢 进到了蜜蜂工房的工厂 再一次进到他们的检验室 那个时候呢 青黄呢 请他们的检验师 做了几个动作 我才又进一步认识 原来我喝蜜 我的营养到底是什么 然后透过你们的实验 才知道 原来有的蜜根本就不是蜜 原来有的蜜就是水 就是糖水 而且呢 在实验室里面看得一目了然 对不对 这个淀粉煤到底是什么呢 好 其实我们为什么从去年开始 要跟瑞儿姐跟中光这边 做这样子一个介绍 因为我们发现说 从我们几十年经营 这样蜂蜜的产业下来 那到我们这一代这样 我们发现说 其实蜂蜜它是有点算是被遗忘的产物 那消费者 其实爸爸妈妈那一代 现在四五十岁族群 绝大部分他们都接触过蜂蜜 亲自买过蜂蜜 制造蜂蜜 但是其实到我们这个族群来讲的话 大家对于蜂蜜的认知 我发现会有一个断层 所以大家听过蜂蜜知道蜂蜜好 可是他不晓得怎么去辨别蜂蜜 所以我们希望说 从瑞儿姐的视野 带大家亲自看过 我们从产地一路到 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检验 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样变到我们家里面的一罐蜂蜜 对啊 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 搞不好觉得说蜂蜜我都喝过 可是问题是 每一个人心里担心的问题都一样 就是我喝的到底是真蜂蜜 还是假蜂蜜 到底存不存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再来请教亲黄 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存啊 不存就把亲黄的头砍下来 好我们后半三段赶一下时间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 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个中广的服务专线 02-2500-5563 听众朋友有关于这一次我们团购蜜蜂工坊的蜂蜜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打这支电话 帮助大家能够快速的接触到真正的知识 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蜜蜂工坊的黄青黄 我觉得那天我在实验室里好surprise surprise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一直吵着 我跟亲黄讲说 你们家为什么你们家的蜂蜜干嘛要全自动生产 你们家的蜂蜜干嘛要瓶装 你们家的蜂蜜干嘛那么啰嗦 我进到你们家的这个工厂 好像进到顶太风 还要给我吹风 你知道还要拿那个黏黏棒给我黏头发 弄得这样紧张兮兮的 然后甚至于他们家呢 在这个在蜂蜜装瓶的时候 还是在厂房里面在做一个 在做一个小房间 对不对 都要想办法不要让脏东西进去 这么麻烦干嘛呢 这个随手可得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让我觉得最惊艳的是 进到检验室里面 这个检验室里面 亲黄用两个瓶子 然后甚至于在我的要求之下 他买了一个桶装塑胶桶的蜂蜜 这个也是我想是一般大部分人家 家里会去买的 没有品牌 可是你就说我们家有蜂蜜啊 而且是大罐的啊 对不对 阿嬷就是这样喝啊 走到哪里路边有卖就买啊 对不对 菜市场便宜就拿啊 是不是 可是你喝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那天看到那个深蓝色 跟一点点蓝 还有很透明的蜜 咬起来还是很透明 我其实好吃惊哦 其实我们从去年在合作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有 听说那时候还没认识瑞瑞姐 就说瑞瑞姐是属于大炮型的主持人 你不是说我都喊鲁蛋吗 你要上来 接受瑞瑞姐这样子的检释要准备 但其实我们非常希望邀请来 因为我们觉得说 基本上瑞瑞姐来看过 我有把握可以做让你幸福口福 因为其实蜂蜜当中我们那天看到的检验 它只是顶多顶多十分之一 那个真的顶多顶多十分之一 因为你们自己内部检还要送外检 对不对 非常复杂 所以而且我们对所有的蜂蜜原料都是做全检 就是说我今天的蜂蜜 它不管来自任何产地来自任何蜂农 不是抽点哦 对它今天来的 因为蜂蜜其实在产地 它是一桶非常大的300公斤的这种包装 那今天不管我们今天来自一桶 十桶一百桶一千桶 我们厂内有多少的蜂蜜 我们所有蜂蜜SOP标准流程一模一样 它都是必须经过我们总共三到五百多项的检测 那下来来讲的话 这个蜂蜜我们绝对能够保证说 不管你今天在任何地方 只要是蜂蜂工坊出产的蜂蜜 它绝对是我们那天看到的淀粉酶 它其实指的是蜂蜜的活性 活性 它的效素 它只其中一项 包含我们检测300多项的农药 86项的动物性用药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蜂蜜的这种安全性 纯度我们是做全检 有多少蜂蜜 我检测多少蜂蜜 这个其实就是我配蜂蜂工坊的啦 就比如说大家以前在买这个蜂蜜的时候 有品牌概念嘛 就比如说在买蜂蜜的时候 好啦就算是假的啦 可是我喝起来就有蜂蜜的味道啊 对不对 反正它又不贵 是不是当糖水喝也可以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消费者 越来越越来越知道 也越来越想要知道 我到底我买的这个蜜 我喝的这个蜜 一是不是真的 二是否是安全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否则你就去喝糖水就好了嘛 对不对 果糖嚼嚼也可以喝啊 是不是 我觉得大家其实想要喝这些天然的东西 就是为了要身体健康 除了这种味道上的这种 记忆上的美好的感觉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要喝它的营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继续 第二年给大家推荐 2019台湾的天然 台湾的天然蜂蜜 真正的原因 也透过这个推荐 让听众朋友知道 你自己现在就可以辨识 第一你们家的蜜 到底是真或是假 是 清皇来 那塑胶筒拿出来啊 听众朋友 其实如果我们家里有一些透明的容器 那我们其实可以测试一下 怎么测试 你先把你的蜂蜜 因为塑胶筒它其实是白色雾面的 雾雾的啦 它看不太出来 雾雾啦 对那你把它倒到透明的容器 你可以先观察 蜂蜜还没有稀释之前 它的色泽 那基本上应该属于琥珀色 可是这个琥珀色当中 你要去观察它的透光性如何 它如果今天它透光性是相当好的 那后面不管掰什么 看得一清二楚 连字体都看什么 看得非常清楚 那基本上它这个蜂蜜会比较危险 就是它就不是真蜜 它的纯度 还有刚刚清皇有提示 就摆一本书在后面 比如说你喝完的这个水的宝特瓶 还是你的杯子 好 可是不完全是杯子 因为等一下你要把它摇 摇成蜜 就是一个容器会比较好 透明容器 是 最好是有钙 然后第二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以 差不多1比8左右的比例 一倍的蜂蜜 八倍的水 你可以去试试看 这样子的蜂蜜 经过雪克摇晃之后 它出来之后的蜂蜜水的 本身的色泽 一样它的穿透度 以及最后就是说 它上面会有泡 它这一层泡的绵密 跟它的消退的情形数字 基本上真的蜂蜜来讲的话 你放5分钟 它还是在 它会有消退 可是一点点而已 那如果不是真的蜂蜜 其实它当中就是很简单 它是果糖 糖水的成分而已 糖水的成分 你雪克它只是正常起泡 它那个泡不到1分钟 而且都非常大顆 一下子就消掉 我那天在检验室忘了拍照了 我那天在检验室 只忙着录影 因为我记得那天在检验室 就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大桶的蜜倒出来 可是听到朋友要讲 不是大桶的蜜 就是假蜜 当然不是 你们要经过自己心智 在家里经过这样子的实验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实验 这其实不用经过 蜜蜂工坊的 这个高级的千万的检验室 你们自己就可以辨识 我那天其实没有拍照 我那天忙着就是录影 因为在录影的过程里 我都觉得很惊艳 就是惊讶 就是我从来没有 好好的仔细看过我的蜜 听众朋友 你们从蜜 从这种大的塑胶桶倒出来 你们有看 有清楚的看到这个蜜 到底是透明的 还是有一种物状 甚至他泡了水之后 你急急忙忙喝进肚子里之前 你有看过 他的泡泡的呈现的情况 还是他是否为透明 或者是物状 所以真蜜 他到底要呈现的就是物状 对不对 还有泡泡不容易消退 对 而且如果你们家 有不同的蜂蜜 拿来泡起来 比较起来 你立刻就吓一跳 对 你其实只要比较一下 你就知道说 哇原来这个蜂蜜 是这个样子的 就不要讲说是纯不纯 这个蜜是根本不是蜜 它是假的 我这样讲对不对 那天有做电粉煤的测试 那只对照组应该蛮夸张 大家看得到 对 因为对照组那只就是糖水 对不对 还是什么都没有 寄进于糖水 等于是那天 我们用了蜜蜂工坊的蜂蜜 还用了就是这种塑胶桶装蜜 然后还有一个对照的 其实就是一只糖水 就做出来这个桶装蜜 所呈现出来的淡淡的蓝色 跟对照组的淡淡的蓝 其实是一样的 蜜蜂工坊的这个是很蓝 这个是应该是水蓝色 对不对 天蓝色 那天出来的数字 我记得比台湾标准再多一倍 对 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台湾标准有规定要标示吗 好像没有对不对 这个东西当然没有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电肥煤当然是越高越营养 听众朋友有概念了吗 紧接着下来要教大家辨识 蜂蜜的安全 休息一下 再回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蜜蜂工坊的经理黄青黄 听众朋友有追上我们这波的团购了吗 我记得在去年此时 我们也开了团购 而且呢 我们的团购只有一个礼拜 超级美食家 蜜蜂工坊 还有好物市集的团购 我记得去年在团购结束的时候 居然还有很多人私讯我说 现在买蜂蜜来得及吗 我讲好我们团购就只有一个礼拜 因为呢 他们要正常做生意 因为这次蜜蜂工坊 给了超级美食家 非常大的一个升级的优惠 我记得在去年应该是买了十组以上才有优惠 今年青黄再买了两组 买了五组 买了十组 还有二十组 都有各自不同的优惠 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我说 如果我现在买了一组四瓶 我今年喝光了怎么办呢 王润瑶要给你两个良心的建议 第一 多买几组 因为呢 他们家的蜜呢 包装的很好 多买几组 他们家的蜜在还没有开封之前 都不怕会有空气水分跑进去 也不怕有蚂蚁爬 因为它没有被稀释 第二的就是蜜蜂工坊 其实结束了我们这档团购 你们在其他的通路还是有台湾蜜嘛 其实当然都有 因为不同的通路不同的蜜种 我们会去做区分 那其实在所有的地方 只要是我们供应出来蜜蜜 因为很多人听完这次觉得太棒了 好像这个蜜蜜非常好 那其他地方蜜蜜是不是不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而且我发现有一些听众朋友 在去年其实就有 今年也有 他还特别拍照给我看 他说瑞小姐 我看到在全联 在加热服 怎么搞的 比瑞小姐你推荐的还便宜 你知道还有的人讲说 瑞小姐你没有给我们优惠啊 这价格是一样的 我在去年好紧张哦 其实蜂蜜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要说 所有的蜂蜜 很多人都问我 到底怎么分辨好坏 其实基本上客观来讲的话 我们会去讲说 其实蜂蜜只要安全 只要存 那当然品牌性是很重要 那我们这一次在 跟瑞小姐这边呢 我们所提供的蜂蜜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说 第一 台湾产地 现在就还在产呢 而且正在产当中 那第二就是说 这样的蜂蜜 其实一般你在通路上 会比较难得到 就是说 它是属于当机新鲜的这种蜂蜜 对 那我们是 现在正在采 所以我们上周 带大家去看过 整个采收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是 会是两个最大的不同 所以它的新鲜活性成分 会相当高 还有对于纯度这件事情 蜜蜂工坊的纯度 其实蜜蜂工坊 最基本要求的就是纯度 我记得去年呢 我们在开直播 在讨论蜂蜜的时候 还有一些行家 你知道上来丢问题 他讲说 我怎么知道 你的蜜 有没有为了糖水 为了糖水 再 你知道 再把它当蜜采 我觉得青黄就很老实 青黄说 冬天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帮助他过冬 对不对 蜂蜂一定会 就比如说 当他不行的时候 会喂他糖水 可是当你们在检测的时候呢 你们会做筛选 对不对 没有错 因为其实蜂蜜 蜂蜂蜂 他在冬季喂糖水 这件事情 以前好像觉得 大家针对这个问题 都是一个负面 大家不想去提他 对 但其实他这是 全世界没有办法避免 你走到哪里 全世界一定就是这样子 你要助他一臂之力嘛 不是吗 你如果这一环没有做 很有可能整个蜜蜂产业 他会瓦解 因为蜜蜂的生命 都其实就顶多60天 了不起60天 40到60 那这个当中来讲的话 冬季 他其实不是只有60天 冬季没有花 你叫他吃什么 蜜蜂一旦死亡 他怎么延续下一代 那当然你说 这个糖水蜂蜜 在消费者角度 那当然没有人想要啊 因为我要真正 从花朵出来的蜜嘛 所以其实我们 为什么上次去 检验室应该 Ragio看到一台HPLC 这个HPLC 消费者可能 一般大家比较不了解 到底什么 听也听不懂 那其实HPLC 它是我们 检验室里面 位阶最高的设备 那这个东西 一般在食品 比较属于研究性质 或者是大厂实验室 它才会具备的设备 那目的就在于说 其实 呃 台湾蜂蜜 其实它 该规范的 该符合的 其实 对我们来讲 都是非常低的标准 那我们所做的很多 不仅是超越 好比说 它今天规范10项 我今天以现在的技术 80几项能验到 我就全验了 这是国际标准了啦 已经完全国际标准 这是国际标准了 第二就是我们在讲说 呃 它在这种所谓的 新鲜度活性的时候 呃 我们希望它越新鲜越好 所以我们在整个 呃 产现的过程当中 上次只是看到一小部分 我们尽量不去破坏到 它的营养成分 基本上 蜂蜜从新鲜下来 一直到最后 我们成品出去 它该有的营养成分 我们可以保留 99%以上 这是确定的 所以等于是青黄 即使经过了11道过滤 我记得我们上次 在讨论这个安全的时候 就有人讲说 啊你这个蜜太安全了 所以都不营养 我觉得怎么会把安全 跟不营养这件事 划上等号 或许大家会认为说 哦 我就是喝蜂蜜 我就要喝里面的花粉啊 我居然还有听到 有人跟我讲说 你这个太干净 里面没有花粉 我都觉得好吃惊哦 可是刚刚亲王有讲啊 花粉正常的状况之下 其实是非常微细的 对不对 非常微细 你所看到的花粉的成品 已经经过了 这个 蜜蜂 它的这个天然的处理 然后还有经过我们的干燥 人为的干燥 所以并不是你想的 这些东西 全部都被你过滤掉了 不是这样子的 不会是这样 没有错 而且其实我们在讲到说 蜂蜂喂糖水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讲HPLC 它最重要就是说 透过这样子的检测设备 我们可以去确定说 今天蜂蜂 它在这个喂糖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符合一个 对 它是不是一个合理的 因为我们所说 这个产业是有这个问题的 但是它要合理 你不能变成 有些人为它蓄意的 我一直喂它 不就是可以一直沉密了吗 对啊 那这样的行为来讲的话 我们通过HPLC 去把它筛检下来 那去把我们所谓在头期 这样子的蜂蜜 或者是说 它可能会有这种 含糖量 人工含糖量比较高 这种胃糖的这种蜂蜜 把它筛权掉 这个都是透过HPLC的设备 去把它检测下来 所以其实我们品牌做那么久 纯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基本 瑞士那天去就看到 对 纯度是最基本 然后再加上安全 对 对不对 这两个 因为这才是我们一直在看 真正国际标准 台湾标准真的太低 台湾没有标准吧 有吗 然后还有就是听众朋友 我自己其实非常支持 就是全力在做品牌的人 我希望大家能爱护台湾的农业 爱护台湾的产业 就像那天呢 我们找了青农 我们找了那位帅哥 对不对 青农帅哥 来在聊天的时候 听众朋友看到那个直播吗 或许你会认为说 我也认识青农 我也认识小农 我直接跟他买蜜就好了 对不对 我可以直接买啊 而且大家会认为 直接从产地出来的 最新鲜 我承认是最新鲜 可是是否为最安全呢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问号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 最后一段 好 你先算 因为还有很多问题要讨论 好 最后段七分钟 好 来 好 准备来了 三 二 你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 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 邀请到的是 蜜蜂界的无追 蜜蜂工房的黄金黄 我每次看到他都好高兴 天哪 你今年变得好黑哦 跟我去年看到你都不一样 对不对 应该是我今天穿白色的关系 没有啦 你难道听过啊 而且老实讲 今年的台湾蜜的产量很低 你们应该很慌张 一开始应该有一点慌张 对不对 其实今年不仅是台湾 在整个国际市场都是一样 因为暖冬 所以气候一场 花朵该开了不开 那还没开它提早开 那基本上蜜蜂其实都准备好 其实彩蜜这件事 我们一直在看 而且上次去看过 应该可以大致上的 基本认知到说 财蜜其实要很多时间 环境因素 才有办法配合产出 这样子的蜂蜜 那所以 其实今年整体的状况 我们已经说了 台湾来讲的话 南部已经可以说 是没什么蜜 一成都不到 全军覆没 对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意思 差不多这个意思 那中部来讲的话 勉强还一点点还可以 那现在正在努力的当中 所以 今年台湾蜂蜜 其实它是非常珍贵 那 而且其实 目前现在台湾 整个世界的气候 一直异常来讲的话 对于蜂蜜这样子的 真正的天然蜂蜜 它的产出的数量 其实是蛮危险 而且农委会 农委会 他们也发布了警告 说今年如果你要吃龙眼吧 还是立志不用想了啦 就今年如果你要吃龙眼的话 应该只有 价格会涨三成 然后呢 龙眼的结果 大概一成 一成五吧 我看到那个数字 我就回想说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小蜜蜂到底要去哪里采蜜啊 我的天啊 那所以听众朋友 你们要赶快追上这一档的团购 我们在开团购的时候 本来心里还有一点担心 因为去年呢 跟蜜蜂工坊合作 听众朋友呢 很捧场 大家都想要喝到好的蜜 大家都要喝到安全的蜜 要喝到真蜜 可是我很担心 如果开团购 太畅销 你们有可能在后面 买蜜的人 其实买不到台湾的蜜哦 因为其实我们的开放团购的时间很短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段 还是要回答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我相信青黄也已经回答到 从小到大都在回答一样的问题 可是我想因为大家都很关心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在讲说 我们家买的那罐蜜已经好久了 蜜不是不会坏吗 那蜜我到底要怎么保存呢 我先帮青黄回答 你们家里的蜜 如果已经有超过一年两年了 甚至蜜的颜色很深了 而且是放在塑胶桶里面 请你们直接丢掉了啦 即使是真蜜 它的垫水没应该也没有了吧 是不是 蜂蜜大家认为它应该是不会坏 很多人会觉得说 对啊 这个怎么可能会坏 那我们一直在沟通一件事 蜂蜜会不会坏 其实跟它的保存 跟我们出厂前 你在控制蜂蜜含水量 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塑胶桶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 桶装就代表不好 只是说为什么我们 现在的蜂蜜 我们都是用玻璃瓶 因为台湾真的太潮湿 对 即使我们控制的再好 控制在二十度以内 回到家 你如果没有几个月内喝掉 还是你放了太久 超过一年 它的蜂蜜一样会坏 是 因为它当中汗水量 其实会变高 它虽然一样变高 蜂蜜就会发酵 所以我们讲说 颜色变深 那桶装它会变大瓶 越来越大瓶的感觉 碰起来了 对不对 那打开 有一股气音跑出来 一闻又一股发酵味 那个都是代表蜂蜜坏掉 就是不OK的 还有啦 蜂蜜不是贵的东西 蜂蜜也是农产品 当然是要抢新鲜 没错 要赶快喝 然后还有就是 大家都在问说 我的蜂蜜到底要冷藏 还是要常温 是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蜂蜜它放常温就可以了 那放冷藏也不是不行 其实都是可以 那其实从过去 我们一直在讲 蜂蜜因为它属于 非常稳定的物质 那属于那种高糖量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它放常温 加上我们含水量 有把它保持在二十度以内 它是完全不会坏 开封也一样 那如果你今天蜂蜜 想要放冰箱 也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变成说 蜂蜜可能会有 结晶这件事情的产生 那你就要改变 吃蜂蜜的方法了 对 没有错 要拿来涂面包 对不对 涂面包当成早餐这样子 涂抹的方式 其实都很棒 我自己还蛮喜欢 煮一碗夜麦片 然后呢 淋上一些蜂蜜也好 还是咬上一点 结晶的蜜也好 然后不是把它搅散 就是你要吃的时候 一口一口 沾一点蜜吃 不是把它搅匀 弄成一碗甜甜的 大家就可以吃到 有关于蜂蜜的 这种层次的香味 感受非常好 那呢 还有就是听众朋友 会问说 蜂蜜会不会长蚂蚁啊 如果蜂蜜开始长蚂蚁了 这是一个警讯哦 好 其实这问题 回答到目前为止 这么久下来 还是一样 那我们还是 在这边 还是在教育一下消费者 就是说蜂蜜长不长蚂蚁 跟纯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为什么 因为蚂蚁 其实也是非常聪明 一种昆虫 今天这个我要去吃的东西 它的粘性高不高 它自己被粘住了 它突然一碰到 它就粘住了 那当然它就跑不掉了 它就不会来了 对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 蜂蜜其实在我们 产地端这件事情 因为产地的含水量 其实都很高 风向打开那边 你应该有看到 其实周遭都会有蚂蚁的 它是会吃 因为那个含水量 是比较稀的 它不会被粘住 那如果今天这个蜂蜜 经过我们处理 20度以内的标准的 那种含水量 其实蚂蚁不敢吃 但是如果回到家里面 你打开食用它 你在倒的过程中 有一些沾点瓶口了 那你没有注意到 没有擦它 没有把它擦干净 那含水量久了 一天两天三天 它开始变得比较稀释 蚂蚁一样会去吃的 蚂蚁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是是是 没有错 所以它跟真假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不要以 这个蚂蚁会不会来吃 这个蜜 来判定 这个蜜的好坏 或者是真假 这个是不准的啦 还有就是呢 大家都会认为说 结晶蜜好像比较好 对不对 是不是 是吗 结晶蜜来讲的话呢 我们刚刚讲到说 其实早期台湾只是熔岩蜜 台湾人永远只认识熔岩蜜 香嘛 香啊 因为它不知道什么叫荔枝 什么叫做其他的蜜种 那其实熔岩蜜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 因为蜂蜜当中它是单糖 它的单糖就分为 天然葡萄糖跟天然果糖 那所以我们俗称叫果普比 就是果糖跟这个葡萄糖的比例高低 那今天其实属于 比较容易结晶的蜂蜜 代表它的葡萄糖含量成分是比较高的 这个蜂蜜其实相当营养的 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 可是问题是 我的所有的蜂蜜放进冰箱里 它都会结晶吗 没有 其实熔岩蜜就是属于 世界上少部分比较不会结晶的蜂蜜 它的天然葡萄糖含量 其实是没那么高 那反倒我们今天在推的荔枝蜜 它的葡萄糖含量 其实是相当高的 我听说以前早期 那个蜂蜜只要采到荔枝� 都不敢讲是荔枝蜜 因为它会结晶 大家好害怕 怕说这个是不纯的蜜 对不对 所以它会叫你不要冰冰箱 因为怕冰冰箱 它会结晶 结晶你又以为它是糖 它讲也讲不清楚 对不对 就讲不清楚 可是我觉得还回归到最后一个状态 因为刚刚亲王有讲说 他们家会让蜂蜜的水分含量 在20%以下 可是你们家并不是大锅熬煮 因为搞不好也有人问说 你还不是熬煮 把水气蒸发掉之后 就没有营养 你们家是用什么方式呢 我们是台湾第一套 我们直接用天然的这种 比较这种所谓 蒸空方式的浓缩 那蒸空方式浓缩 其实它的温度在四十几度而已 我就可以达到水分的一个排除 所以它的 对于 大家过去对于说 是不是蜂蜜营养会被破坏 这件事情在我们这边是完全不会发生 完全不会发生 谢谢青黄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大家不要忘记 服务专线02-2500-5563 02-2500-5563 超级美食家 蜜蜂工坊 一年一次为你服务 拜拜 快点出现场 啊